而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少女 将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打破思维定势 把我们带入更加美妙的思维世界 现在我都不让他在一起来 睡不着 我小爪 松小熊 我小女 喂 我觉得你是 什么意思 好像脸上都红了 精神感觉 精神感觉 松尼艾迪生节目组 大家好 我就是一个 我今年现在是谁了 我就是要提起我小爪 的初感松尼艾迪生 我小爪的名字没好几个 一叫王小赵 小赵赵 都没有去王小赵 明朗老闹这个 这个小女生日不值得 小赵有一次在英文考试的时候 阅读理解里面的内容是 胖子减肥的故事 她竟然在考试的时候 就在思考 如何用胖子减肥 产生的能量来进行发电 居然都把考试都忘掉了 我也真是服了她了 人家被英文单词都是靠墨写 小赵被英文单词是靠画画 这些单词卡都是她自己画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担心 时间好像都画在这个上面了 你这些人我心我当中 是少女爱的生 我下转啊 農药章时農药能力 大功可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这个名字是我外公给我起的 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家里有颗红枣树正好结枣了 所以他就也希望 我像一个小红枣一样 外表柔软 但是内心很坚强 小子啊 刚才我看到这个场景很有意思 你外公是最激烈推荐你的 你今天带来的发明成果 跟你外公有什么关系吧 我这个发明呢 就是为了我外公而发明的 他的名字叫闲光窗帘 因为他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我用他的名字 来命名我的作品 怎么样 有下心脏 好暖啊 我的发明就是 它里面的这个窗帘 就上面的这些小孔啊 这个都不是画上去的 是一个一个洞 都是可以穿进去的 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窗帘的作用是什么呢 遮光 遮光 还有呢 还有遮羞 对 遮羞 但其实我这个窗帘 颠覆了夏家对窗帘的传统认识 既不遮光也不遮羞 它又能遮光还能遮羞 但它还有两个功效 第一个它可以隔音 第二个它还可以透气 窗帘 隔音啊 对 它后面的这个设计真的很棒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对 对 对 隔音效果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可思议的 我希望我们的音响老师 可以配合一下 我的分贝仪现在显示的是 88到90分贝 我这个里边在 差不多在80左右 现在上升到了92分贝 96分贝 对 基本就是在80到95分贝之间 好了 差不多稳定下来了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范围 有时候79 有时候81 对 所以它消音的效果 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有的 王小小发明的咸光窗帘 通过独特的结构设计 让窗帘不仅能够透气通风 还有一定的隔音效果 空气经由前端的圆孔进入 达到自然流通的目的 后端的波浪造型 通过反射阻隔声音的传播 根据声音的传播特性 频率越低 穿透能力越强 经过专家现场验证 王小早发明的咸光窗帘 对高频声音 确实有一定的隔音效果 高频段其实生活当中 出现的蛮多的 比如说广场舞 对吧 而且因为我外公他们家 附近总是有大妈在跳广场舞 有时候都跳到10点多晚上 吵得他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为他发明一个 这样的窗帘 让他耳根子比较清静 生活也比较安静 我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想到 这个波浪型的设计 这个是我当时 做了很多种模型 然后最后测试出来的 波浪型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那个模型 我可以请我的外公帮我带上来吗 欢迎您 各位评委 大家好 我是小杂的外公 我是一位高中物理老师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将近40年 这是他为了做这个窗帘 设计的一些模板 各种形状都有 这个就是这个窗帘上面 展示的波浪型 这个就是根据传统的百叶窗 做的百叶窗型 这个叫牙签型 因为我在里面插了很多牙签 用牙签把这个值给顶起来 达到一个反射声波的效果 这个是扭曲型 这个是圆孔型 这个很像月亮的阴晴圆缺图 是的 这个都可以打开整 这个所有的圆孔 都是朝着不同方向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向不同方向 反射这个声波 最后这个叫金字塔型 因为它长得很像金字塔 挺好玩的 真挺好玩的 其实我觉得 今天小早站在这个舞台上 它体现的不仅仅是这一款作品 而是它非常优秀的科学素养 小早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收集了非常详细的数据 对每一个不同的造型 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是 每一个做实验 做发明的人 都值得学习的一点 做这样一个模型 耗时间吗 很耗时间 因为这个每个都要切好久 差不多做三个 要做上两个小时 其实他有这个想法以后 因为我是物理老师 我也可以直接帮助 但是我觉得这不好 应该让他自己 在实践当中 他自己探究 所以他就想了各种方法 他来学了一些 基本的生学理论 像反射 眼射 折射等等 我看他得到的数据 有一百多种数据 因为每一种 都要经过高频 低频 多种测试以后才能得到 所以也是经历这个过程 他选择了最后这种形状 外公 我想再跟你 涛讨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隔代教育 是有很多不同声音的 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爷爷了 我也有个小孙子 现在才一岁多一点 我也在困惑 对我的小孙子 我应该怎么去教育他 我们在王小孙子比较小的时候 就发现他是有 比较强的探究意识 大概在小学两三年级 他就发现热水系的龙头 望左旋 望右旋 会出来热水跟冷水 他就百事不得其解 后来我就看到 他在一张纸上设计一个 他自以为是的 水龙头的内部结构 想把热水 冷水 分别导向于不同的方向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外孙女 不同于一般同学的 他一个特质 好 你觉得自己一路成长 外公带给你最大的影响 或者是帮助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很敬派我的外公 就是我外公他不像别的老人 别的老人70多岁了的话 他都在家里带带小孩 看电视 但是我外公他还是在继续学习 他现在还在学英语 学电脑 他还学了开车 他还学了油画 他的油画画得特别好 可见你对外公的爱 是非常深厚的 我觉得他特别爱我 因为他每天晚上会接我回家 然后他每次都给我带一个鸡蛋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鸡蛋 捂在怀里 就怕那个鸡蛋凉掉 所以我就觉得 他对我的爱我看得见 我也会去回报他 小早 现在请郑重地说出你的梦想宣言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女孩 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 小早 你怎么又在浪费时间呢 但是我觉得我这些胡思乱想都是有用的 今天我来到少年爱迪生这个舞台 我很高兴我的发明终于挂在了一个真的房间里 并且我也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用 我希望以后这个发明能挂在千千万万的老人的家里 然后希望那时候我也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设计师 谢谢大家 我非常欣赏小早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我们觉得隔音的事就让玻璃做好了 那透气的事让窗帘做 可是在若干年前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就会觉得手机是打电话的 上网就用电脑好了 如果人人都那么想 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智能手机 我想未来的有一天也会有你的 既能隔音又能透气的窗帘出现的 谢谢 从需求角度来说 窗帘美关性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像隔音啊 透气啊 实际上从建筑角度来说 都可以有其他方案 比如说像隔音是双层玻璃 像透气啊 可能要新婚系统啊 进化系统啊 效果会更好一些 今天我可能会给你这一票 但是希望你能保持这种精神 谢谢 你的隔音效果 好像没有起到很大的效益啊 生活中不一定需要 我们可以投票了 我们最后的投票结果是 小早 我们不能够给你这20个 谢谢 小早同学 我觉得这个作品最大的优点 在于他能够用比较普通的材料 通过结构的设计 来达到一定的效果 我们要降噪 并不是要把全频段的声音 完全降下来 只要把我们人比较敏感 容易引起冲动的这些频率降掉 就已经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了 谢谢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一样说出来 因为我非常地感动 就是 这时之中 外公都牵着小早的手 几百组的数据 几十次的实验 这个爱胡思乱想的女孩 大胆 而又极富创业 改变着我们身边 看似最普通的事物 我们期待着王小早 通过她思维的跳跃 和独特的设计 为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也不能肯定 波浪型就是最完美的 所以我希望我在以后 可以测试更多这种模型 然后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